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8号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款 定制款的平面衣托衣口罩机 它的速度是130-150每分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品 这是它的鼻梁条 可以根据你的鼻梁鼓的高度来调节 这是它的封边 再看一下它的耳带 焊接的是非常牢固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区域是专门用来定制客户logo的 然后看一下机器的整体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带防护罩的样子 那么我们整体看一下我们机器的外观 它是带一个安全防护罩 然后速度呢是稳定在130-150之间 那我们首先呢来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料架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料架它有这个部分 那整个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张力气系统 那么这个张力气呢它有配这个料架的部分 它有配一个气障轴 那每个那这里是配了三个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放置四卷料架的 可以做四层三层都可以 那我们的张力气它主要是调节这个力度的 就是你看上面的布料是这么大一卷 那我们下面的布料又只有这么一小一卷 那按理来说上面的布料需要的拉力会比较大 那下面会比较小 那我们有了这个张力气之后呢 它就可以平衡这个力度 那不管是大卷的料还是小卷的料 它都会有一个很平均的受力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张力气系统的一个优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揪片仪 那揪片仪的话它主要作用就是自动揪片 那它的这个当你安装的时候呢 你要确保这个布料是和这个口罩机的味料这一部分 是平行垂直在一条线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会有一个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啊 它是有一个感应器 它可以感应到这个布料的偏移程度 那如果把这个布料拿开呢 它完全感应不到它就会响 那如果它感受到了呢 它就会自动揪片 如果偏左它就往左移一点 如果偏右它就往右移一点 那这就是张力气的一个左右 那我们这边呢 就来到了我们的折叠 口罩折叠部分 那这个 那这个这个是我们口罩折叠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口罩折叠成型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个是固定我们成型之后 然后再往前送 那这个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一个鼻梁组的一个装置 那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是我们的鼻梁条 那鼻梁条会从这里穿进去 这两个滚轮呢 会把它推着向前面 那这个呢就是鼻梁条的一个切刀 那整个鼻梁组的装置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来到了我们这个部分 它是我们的打片的一个核心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客户的一个定制的模具 也是印花也是印花模具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用一个20k 2600瓦的超声波来带动的 那么这个这三边呢 是这两个是滚轮 那这一个是口罩片的一个切刀 它是比较锋利的 那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四轴的 那我们可能看到市面上也有六轴的 那四轴和六轴的区别是什么呢 那四轴的我拿一个口罩给大家看 那四轴四轴的话 它是一次就封边成型 那四轴你看 这里从这里它就开始封边成型了 就是印花之后就封边成型 那你看如果是六轴的话 它首先是封上下 然后再封左右 那它又需要两个口罩模具 所以这样的话它会 它会 我如果用四轴的话 它会相对来说节省一点成本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的 传送袋 口罩片的一个传送袋 我们传送到那边的料盘 那整个那边 整个这边的一个装置呢 是属于我们的达尔装置 我们这个是一个单位工位的达尔 那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我们有哪些 那这个是整体的外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达尔系统是采用了七个伺服电机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一的看到它是用来做什么 那首先呢这个伺服电机呢 它主要是用来带动这个拉耳带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耳带夹子就是你看这里有夹子把它夹成这么长一段 把它夹成这么长一段 然后再从这个再用这个夹子夹过去那边去这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焊接的焊头 那焊头呢会把夹的耳带在这里焊上去 那我们的 嗯 耳带夹耳带的这个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四个 两个伺服电机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是这两个 然后这个使用的是一个气缸 这个是小气缸啊 那我们对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嗯 这边也有耳带夹子 那这个耳带夹子上面呢 它也是用的两个伺服电机 看到 这个伺服电机 那然后整个带动这个上下的呢 它是采用了两个伺服电机 一二 所以整个这个部分是七个伺服电机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剪刀部分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鼻梁桃的剪刀 嗯 这个属于一个易损件 我们平时也是建议客户订机器的时候多倍一点 它平均大概可以使用两到三个月 那我们这个呢 它还带了一个外耳 耳带外折的一个装置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耳带外折 它在这里的时候 会把这个耳带穿穿穿通过这里 然后在这个部分呢 它会加热固定这个耳带的 这个往外折的这个形状 因为这个是为了后面包边 是为了后面给口罩打包方便 所以才采用了这么一个外折 这个耳带的一个装置 那么 那么 之前我们这边呢 它还有一个是静电棒 那这个静电棒主要是消除 主要是为了后面能够叠五到六个口罩 那它有了静电棒就不会打得到处乱飞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调速电机 这个是调速的按钮 主要是调节这一块的速度的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布镜电机 我们是在这里设一个布镜电机 这个布镜的电机主要是带动这一块 把完成的口罩打下去 然后把到这个包装机上面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包装机 整个包装机 那这个客户要求的是 是一个链条式的包装机 那链条式的包装机的话 它是比较适合包那种五个到十个一叠的那种口罩 它也是非常适合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到这里就是一个成品了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这是客户定制的 所以都是有带客户logo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电箱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箱 那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是使用了八个伺服电机 一个布镜电机 那布镜电机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带动刚刚打 把成品的口罩打下去的那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采用了七个伺服电机 还有一个是在料盘的那底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排线情况 那整个排线呢是比较整齐的 那后期客户如果维护的话 也是比较省时省时省时省力的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线捷的一个出摸屏 到时候你可以在这上面调一些数据 那我们这里有一些功能按钮 急停 开始 那这个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小电箱 这个是打片机的一个电箱 那这个电箱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变频器 那这个这个是调速的 调这个控制这个部分的看到没这个打片之后的这一个传输送带它是调节这个部分的 速度的 速度的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超声波部分 诶这个门 那可以看到我们用的是绘砖的超声波 这个超声波呢是带动 口罩印花齿模的 20k 2600瓦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 那这里呢 达尔整个达尔系统用了两个超声波 同样是20k 2600瓦的超声波 惠专品牌 那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储器罐 这个储器罐是20升的 那客户如果气缘不稳定的话 他可以 使用我们的储器罐印机 那整个介绍就是 这样子的 那下次再见 那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